HELLO 各位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今天的沒有錯我們要來介紹最新最新在巔峰菜以及排位賽裡面 非常多人來去做使用的一隻 新輔助角色 沒有錯就是大象 你想說欸叔叔怎麼是新輔助角色呢 大象不是你以前的出過什麼風塔象 對風塔象那時候我用的風塔象非常非常瘋狂啊 然後但是我必須直接跟你說 現在的大象跟以前的大象玩法完全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就是你必須把這兩隻角色基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在的大象就是所謂的什麼元利象 跟以前的什麼風塔象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各位應該知道我以前非常非常喜歡玩大象 然後呢 我先說明這個東西並不是我發明的 我不確定是誰發明的啦 但是最一開始我是跟寶哥學到這隻角色的 就是原本這隻我就會玩 但是我是說更新完之後 在這一季我是先看到寶哥的大象 然後原利象 然後我才來去做實測動作 我後來發現 真的可以玩 但是呢 我今天就要分享一些 我自己對於原利象的一些想法 不要說原利象 就是這版大象的一些我自己的玩法 以及一些你需要注意的小東西 首先呢 為什麼我會說現在的大象 跟以前的舊版大象完全不一樣 因為呢 他現在 來 你自己看一下他的技能組 我們之前就說過了 大象以前不是你開完大絕之後 你的二技能就可以一直跳 一直跳 一直跳 對不對 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 那你的被動呢 我覺得 他這裡被動少寫了一個東西 他寫說 而且他的傷害是跟二技能一樣的 他是可以疊加的 那他這裡少寫了就是 就是他會有傷害這件事情 實測完之後是有傷害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一技能 以前你記得 你記不記得 一技能打下去 砰下去 會有什麼 緩速以外 還會自身有霸體 現在沒有霸體囉 所以如果你各位看到 有一個夸科勾過來的時候 不是開一技能好不好 你記得開一技能沒有用 然後再來就是呢 他的二技能現在改成是說 你按下去之後 然後他會有霸體 你會獲得0.5秒的霸體 然後呢 每層持續5秒 那來各位 他這邊有沒有寫一個東西 就是他的被動 每6秒自動施放一次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他這個應該要寫 就是在被動這邊應該要寫一個 就是就是二技能這個東西 不然有些同學可能會想說 這到底在寫什麼 就是有點看不太懂 反正呢 就是你記得你的被動 跳一下那個東西 就是他的二技能 但是他的 持續時間 他霸體的持續時間是持續2秒 那你的二技能呢 你同時會獲得霸體以外 你同時會獲得什麼 自身的跑速 以及 來各位 傷害減免 傷害減免 每層疊加2% 最多5層 也就是10% 欸沒有錯 你這隻角色可以吃傷害 然後 以及你現在大絕呢 雖然不能一直跳 但是他會獲得什麼 全範圍內的所有人 直接獲得霸體 就是在你這個大絕的範圍內的人 獲得霸體 並且還有加速效果 以及護盾 我知道 那個護盾很少 我知道 但是呢 問題就是 他獲得的霸體 對於現在這個版本來說 蠻靠培的 蠻靠培的 為什麼現在 這版的大象又起來了呢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現在這個版本 基本上 在推塔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去吃物件 因為沒有物件真的太難吃 沒有凱撒真的太難吃了 他就是要我們去爭奪 凱撒這個物件 在你中後期的時候 你不去爭奪 你就是輸 對吧 那你在爭奪的時候 你會打什麼 會戰 對 你會有碰撞 所以呢 大象這隻腳車在會戰的時候 你看現在為什麼 那麼多夸克 那麼多底拉克 我的天 控爆 真的是控爆 因為現在解控就是 它上面就是寫說 90秒一次 那你 除非你到很後期 你可以利用 切換水之寶石 土之寶石 火之寶石的方式 來去增加你的使用率以外 其他的時間就是只能慢慢的 那大象在四等的時候 會直接幫你解控 所以在四等那一波 基本上他很吃香 以及在中期的時候他也很吃香 他等於就是一隻 打會戰型的 爆牌角色 他就是在前面一直去吃傷害 他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不是衝進去幹人家 現在不是 你衝進去吃傷害 然後保一下你的隊友 對 你就去站在敵方面前 就是 哈囉哈囉 有點像牛魔王一樣 就是你站在他前面 一直吃一直吃 你去吃傷害沒有關係 因為你自身帶減傷 那再來就是呢 我記得寶哥他都會帶一個原力 然後前期的時候 我覺得帶原力還不錯 因為你前期 你前期本身自帶解控 所以你帶原力 我覺得完全OK 因為你可以增加物理防禦 然後以及增加你隊友的物理防禦 所以呢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到後期的時候 我個人建議啦 我個人建議 到你中後期的時候 還是要把它換掉 就是換成清新 會比較保險一點 因為你可以 譬如說敵方今天 因為在碰團的時候 你們通常會拉的 碰我一次之後 然後拉掉 你就想今天如果洛梁碰你一次 他開著大絕 然後你可能要開大絕結掉 那你這時候 如果是帶原力的話 你到後期如果帶原力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一直結了 他如果再跟你打第二波 你就沒得結了 所以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到後期的時候 你還是要帶清新為主 但是前期的時候 你可以帶原力 所以我們這邊呢 一樣先放上原力 然後鞋子就一樣 守護紙戰靴 然後上防裝 然後就是功能裝 來各位 一樣記得 出拳毯 你千萬不要出攻擊 因為你現在這個大象 這版本的大象 完全不是來出傷害的 以前舊版的大象 像你是可以出傷害 直接硬乾淨對不對 現在這版請你出台 請你出台 你不會有傷害 你的傷害很少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功能裝 我建議你們 通常是戴惡魔微笑為主 那如果今天敵方 威脅很靠杯 就是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拘魂路 這樣子就好 其他就一樣 就是直接坦爆 看敵方可能有什麼 可能這邊敵方魔攻太高 那就是什麼 再出個什麼先淋掉墜之類的 就是隨你改 隨你改 再來呢 我們就進入到 今天的重點環節 小細節的環節 來各位請看 我們剛剛前面呢 講過了 就是你現在這一版本的大象 你沒有辦法 一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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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記不記得 你的二技能 你有沒有看到 下面有個疊層 你有沒有看到 就這個 星風作浪這個疊層 對 它每次 你在六秒的時候 你會跳一次被動 可是 欸 叔叔 我的二技能 CD 怎麼辦 如果你今天呢 CD幣沒有全滿 來各位 可能在前期的時候 你就想 我這個二技能 哇 滴滴不夠 有沒有 我按下去 我很難去做疊層的動作 就是沒有辦法一直維持這個疊層 說說我很難維持這個疊層 可能一下子就斷了 來 我教你怎麼用 你今天呢 記得 你的二技能的持續時間 多少 你自己看 每乘五秒 對 然後呢 你的被動是怎麼樣 它每六秒會觸發一次 所以呢 今天你跳被動之後 大概轉到一半 有沒有看到 轉到一半 按一下二技能 你可以去疊一下 疊一下東西 或是 就是直接這樣子按 然後第三層 它自動放嘛 然後再疊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它自動疊五層 你就可以 永續的保持這個東西 就很靠北 而且你不用花 你還是不用花太多膜 就是你可以一直保持的五層 五層什麼 減傷 10%減傷 永續 永續就是一直有10%減傷 所以你就記得配合你的 基本上我就是那個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西風中央 這個CD 轉到中間的時候 轉到中間的時候 我就按一次 所以就大概是這樣子 就很簡單 你就可以一直永續保持著你的什麼 被動 你就可以一直永續保持 就大概自己算一下那個 那個 timing 反正你現在輸出獎 真的也是蠻低的 然後 但是呢 各位就記得 使用這個小方法 你就可以一直保持你擁有10%減傷的一個護盾值以及加速 然後再來就是呢 你現在大絕 你不要想說你開個大絕 你就直接幹進去 我 就 抱歉 你現在大絕沒有那個二技能 對 你現在開了大絕之後 你二技能一樣就是這麼的懶蛋 所以呢 你必須改善你的觀念 現在這隻角色就是 就是如果今天敵方 控制丟過來 大絕幫他解控之後 保在你隊伍旁邊 你不要想說 林北要衝進去 靠北 不是 不是這樣玩 你是負責來去吃傷害的 跟以前不一樣 跟以前不一樣 你不明不是一隻可以拿去衝牌的角色 你就是記得 減傷用好 我們就想你一個就是可以一直永續保持那個減傷的方法 然後再來就是呢 你的一技能就是純粹拿來還人的 就這樣子 他沒有其他功能 他的一技能就是改成這樣子 所以呢 你各位 我才會說 就是 如果今天到大後期的時候 我的原力可不可以改 可以 你的原力解決可以改 但是前期出原力 我個人覺得 當然會比較強一點 因為你畢竟自身自帶解控 所以你不太需要清醒 但是到後期的時候 我個人還是覺得 如果今天敵方有很多控制技能 可以把清醒給換掉 不一定一定堅持說 我大象就是有解控 到後期的時候 敵方如果我願意跟你碰撞兩次 你就會蠻難受的 OK 那我們前面細節全部交完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實戰解析 Let's go 好 來各位 首先呢 你在前期一等的時候 基本上我就是 幫忙中路清完兵線 然後就是 幫隊友吃一下野怪 你要記得 一件事情 因為呢 他的那個被動不會顯示出 他什麼時候跳出來 所以呢 有時候 如果今天 隊友在尾刀的時候 你看 我通常都是打一下之後 我發現快要結束了 快要結束了 我就會站在旁邊 因為你的二技能也是有傷害的 他們並沒有寫出來 但是他的二技能是有傷害的 然後反正就是 一樣 全期先趕快上市的 然後再來就是 來各位 你剛剛有沒有發現 一技能經過我這幾天的玩下來之後 我發現一技能有BUG 一技能你施放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這樣 我明明放這邊 他就會突然轉彎 各位有遇到吧 如果有遇到記得在下面 回一下 這個 我相信一定有人遇到 因為我每一場都會遇到 就他的一技能 按太快 會自動轉彎很奇怪 然後反正呢 你就記得前期的時候趕快先 上到四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四等後的畫面 那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們上到四等 就開始打得很囂張 反正你旁邊有隊友 你就記得不用怕 因為敵方朗博開大 我就一起按個大 你就截掉了 你就截掉了 就非常輕鬆 然後記得旁邊有隊友 你是一隻拿來打會戰角色 有沒有我五成被動 我五成被動 我自身帶減傷 所以今天想要切我 不太可能 這個隊友有點腦衝了 就死了 然後一樣看到敵方 就是打得很囂張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刀鋒一直切我有沒有 文明就被標記了 結果被扛超多下 完全沒差 然後就直接配合隊友反打 大學兩波交大 我就一起交大 就這麼簡單 直接抵擋掉 抵擋掉 抵擋 抵擋掉 那個傷害 然後重點 我們還有一個治癒 阿師傅 就基本上 扛傷扛到底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每一場玩大象的那個人 只要他出裝思路是對的 他的扛傷都有夠噁心的 因為就是你自帶減傷 然後我們剛剛教你了 就是永續那個 那個什麼被動的那個方法 反正你在進場前的時候 就盡量疊一下你的被動 就是會直接讓你 變成一隻超級無敵鹿巴 就很靠北 然後一樣 配合隊友壓塔 有凱薩了 然後就是站在隊友旁邊就好了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騙敵方出來 有沒有 他們全部被騙出來 然後我們扛傷沒有差 反正我們有減傷 一樣 扛一下然後再進去 幫忙隊友扛一下 因為我怕這個隊友會死掉 然後讓其他的輸出 就讓隊友來去 打 反正你這隻角色就很簡單 保一下隊友就好 然後這邊一樣擋掉 然後開個治癒 然後趕快走 因為你自己快死了 快受不了 然後快受不了了 然後這邊呢 有五層被動 我們這邊拉一下 然後一技能 然後再跟二技能 直接帶走 大絕又好了 來這邊準備配合隊友進場 開個大絕 直接擁有護盾 再幫他擋一下一技能 直接帶走 然後這裡再擁有五層 就是你只要有 基本上你只要有五層被動 真的就很 就是你真的不用怕 反正你就記得 大象的精髓現在就在於就是 跌那個被動 然後已經大絕開好就好了 然後你就去騙騙招 騙騙敵人 然後你要記得 如果你今天是敵人的話 不要令人的大象 哈哈 就現在很多人 看這個大象怎麼解啊 怎麼解啊 很簡單不要理他 然後以及你可以出一些 我們後面再講 哈哈哈哈 我們後面再講 我個人覺得有幾隻 蠻好解他的 這裡一樣有沒有 廣播開大 我們就直接開大 然後你可以發現 就是到後期的時候 我會把我的服裝給買掉 因為我覺得到後期 那一點 原利家的那一點我覺得沒有到很多 我寧願多帶一個青星 然後我這邊直接標 對這邊要特別講一下 各位我這邊標示的那個凱撒 就是代表說 趕快去吃凱 結果我發現 因為我站在那個藍區那邊晃了之後 是因為 我叫他們去吃 然後我必須幫他們暫時也 對吧對吧 大家應該聽我的話講什麼 結果他們竟然不吃 然後導致說這個情況 然後我這邊有沒有 第二個那個 青星就發揮那個價值 因為我第一時間沒有解到 第二個青星只把他給解掉 然後我這邊一樣看一下 然後反正我們在 初衷的裝備上面有出一個 長冬護符 那長冬護符就是你只要 不要使用技能 對了你的被動不算使用技能 對 就聽起來蠻奇怪 他明明就是使用了 跟他二技能一樣的技能 但他並沒有算是使用技能 所以你不用怕說 被動會自己跳 你那個什麼長冬護符會取消掉 不會 你的長冬護符一樣會自動回血 只要你不要按二技能就好了 然後這邊對我有點小小的差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反正就是 有些觀念上的不一樣 然後記得 千萬不要這時候偷家 因為我們打正面團 明明就打得也沒有必要這樣子 我們有必要冒風險 我們有必要冒風險 然後你看有沒有 又出現BUG了 我們明明就甩在右邊 然後結果他一技能又往左邊 有點奇怪 然後記得這個官方可以秀一下 這個傳說者三寶現在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這邊呢 就記得不要打 不要打 然後保隊友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少一隻害牙 我們少一隻害牙 然後沒關係 我們就幫隊友扛一下傷害 然後記得視野不要放掉 視野不要放掉 然後這邊試試看 可不可以追到那一隻刀鋒寶貝 如果能追到當然是最好 但是一樣就是進行拉打 進行拉打 然後結果沒想到 我的老天爺 隊友直接給我幹進去 然後一樣 踩一個大絕 然後這時候趕到了 直接就 然後一樣一技能 然後就是 然後我們這時候被動五成 所以完全沒有關係 就直接跌在這裡面 然後遊戲結束了 然後這裡就買個裝 買個復活甲之類的 隨便 隨便 然後預購一下 然後大絕你又要好了 在我們講話的同時 所以這隻角色 人生的打團的時候蠻強的 就是你比如說你今天遇到什麼 敵方控制腳很多 就直接 你看他要開大絕 我有大絕了 就是這樣子 你看我沒有辦法 那這隻角色到底怎麼解呢 來我們最後面再說 最後面再說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最後面 打了一個 沒有錯 傷害很低 但是主要是他的承受傷 以前大象你大概可以打到 20幾%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這版大象 真的沒有傷害 真的沒有傷害 不是不輸出裝飾 真的沒有傷害 然後反正呢 你的主要的功能就是拿來承受英雄的傷害 你可以看到我們吃了33.5% 20萬的傷害 全部都吃在我們身上 我們比戰士還要來的悲劃 我們是一隻坦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三團綠 你就記得這隻角色是拿來跟人家動撞的 因為敵方今天想要開戰 開戰的時候他一定要9號控制技能 對不對他就很煩 那沒關係 我今天就直接把他給解掉 然後不然開大我就開大 然後就是這個主要的簡單 然後比如說敵方 隨便一直控制角色衝進來 解掉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到後期記得 我個人還是覺得到後期的時候 你出兩個 你出那個什麼 輕心輔助裝會比較好用 就是因為我覺得到後期的時候 你坦度到一定值了 不需要再撐 因為你要記得 對於這個遊戲他的那個參數是 你到越後期你的固定數值是越弱的 你的趴數會越來越低 所以你後期增加那種固定數值的裝 其實沒什麼用 那你到後期的話 如果你可以在一個會在裡面同時 解控兩次其實蠻靠北的 就是你可以解掉 再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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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我的CD就是比你快 我的神確時間就是比你快 然後你沒有辦法跟上我碰團的時候 然後各位這是要怎麼解呢 很簡單 因為他是一隻碰團角色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跟他硬碰團的話 我個人覺得你可能就只能打拉打 可能就是放個什麼 可能出個什麼駭牙 出個馬洛斯 然後出個什麼海倫之類的 來去跟他打 就是你好打前拍那種角色來去跟他打 那如果你今天是其他方向來去參考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你可以從分推角上來去做思考的動作 因為這隻角色是拿來碰團的 所以代表說他在碰團的時候很強 問題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想 他今天就是綁定團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隻夜叉 或是是一隻 在旁邊一直分推 靠北我是一隻大象 我哪裡沒辦法 我必須摳隊友來 對 他一定會造成另外一邊比較人少的動作 所以你就記得 拿分推對他是有效的 是很好解大象的 但是大象非常好解控制角色 所以你以後看到 基本上現在就有了 現在我不知道為什麼夸克那麼多人選 真的蠻反的 而且大家玩的蠻好的 就不知道誰害的 然後反正呢 就是夸克現在很猖狂 就很煩 然後很容易 但你可以今天可能 你可以揹個諾格西 然後放夸克給他 然後你就選個大象 就這樣 然後後期你有 你就記得就是出個清新裝 然後你有兩個解控 基本上 夸克過來 自己解掉 開個大解掉 夸克以為你沒解了 閃西 抱歉清新 結果他沒用 對 其他就交給你隊友 就這麼簡單 本期影片如果喜歡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寶哥 這隻角色發明的不錯 應該是你發明的吧 應該是你發明的 我記得沒錯的話 原力向好像是他開始玩的 風塔像是我開始玩的 但是原力向我記得是他開始玩的 本期影片如果喜歡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我們下集見 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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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